众说蓝潭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。NBA进入漫长休赛期,实际上过去一个赛季,凯尔特人的顺利夺冠,包括像森林郎,步行者,独行侠这些年轻球队都打到分区决赛,印证了NBA时代的改变。 而詹姆斯下赛季年满40岁,即便他终于等到了布朗尼被胡人选中,父子同场竞技的画面实现,但是胡人距离总冠军越来越远。 杜兰特和库里的统治力也在下降,杜兰特离开篮网离开哈登后,三年内两度首轮被横扫出局,库里甚至无法带队进入季后赛。 而新生代球星则慢慢统治联盟,比如年轻的爱德华自家亚历山大以及东七奇,同时巨星抱团已经逐渐被自家培养及时夺冠取代。 凯尔特人之所以成功也源于此,不过有一点让人意外,就是过去一个赛季,东部凯尔特人一家独大,原本有竞争力的熊鹿加热火加七六人,全部首轮游。 特别是熊鹿,自从21年拿到了一座说服力并不高的总冠军奖杯后,最近三年时间里,二年夏天被凯尔特人挡在东绝大门之外,去年夏天被热火完成黑巴奇迹,绅士横扫,本赛季后赛首轮又不敌不行者耻辱出局。 熊鹿从去年夏天不登霍尔泽下课,到前任主帅格里芬带队30胜13负,再到劳里福斯走马上任后,止步首轮,同时要支付三位主帅的工资,而且战绩愈发糟糕的情况下,劳里福斯又要开始洗牌了。 从熊鹿被淘汰后的几个消息说起,明记温德霍斯特确认,劳里福斯对于熊鹿的阵容并不满意,他打算改变核心框架阵容。 当然,大前提是和字母哥以及利拉德无关,但其他所有人,包括米德尔顿在内,都不安全。 先有已经离开的玛丽克·比斯利,其次,去年夏天拒绝火箭高薪邀请,选择降薪留在熊鹿的大洛佩兹被摆上交易货架。 试用ESPN的话说,不仅仅是大洛,当初降薪留守的波蒂斯以及康诺顿都可能被送走。 劳里福斯到底想做什么?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谈到开尔特人夺冠时,劳里福斯就强调一点,球员们喜欢利拉德,但霍勒迪是领袖,领导球队的那种,你无法取代他的位置,这需要时间接受,而且交易进行比较晚,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 说到底,劳里福斯执教的是熊鹿,是利拉德,不是开尔特人和霍勒迪,关键是下赛季如何面对利拉德? 实话实说,熊鹿想大洞刀重建球队并不容易,因为字母哥还剩4年2.35亿美元合同,利拉德还剩3年1.7亿美元合同。 这两名核心,熊鹿肯定不会主动送走,但角色球员就未必。字母哥的短板式没有投射,这一点老生常谈,但是他过去4年和伦纳德一样,到了季后赛阶段就受伤,这也和他打法有关。 利拉德更不用说了,重工轻手的典型代表,杀敌800自损1000,熊鹿也因为利拉德的到来,防守调到联盟中下游水准。 可即便如此,字母哥加利拉德都有场均30加的能力,而且熊鹿这套阵容体系就是21年的夺冠框架,只不过是从霍勒迪换成利拉德,但是在老里夫斯手中却只能止步手轮,他还对球队不满意到底是谁的问题。 单就本赛季而言,领先于难爵士19分,惨遭大逆转,爆冷输开拓者,劳里夫斯难辞其咎,他天生自带被逆转的属性,这一点也改变不了。 还有两点被忽略,首先字母哥本赛季每次跳投出手,只能拿到不到0.8分,全联盟有效统计出手超过200次以上的球员中倒数第一。 利拉德常规赛有效命中率51%,联盟纳入统计的就310人,排名第261位。 直白点来说,熊鹿管理层也好,主帅劳里夫斯也罢,双巨头的进攻是有短板的,字母哥充旷能力强,但是打法很伤身体,投射又没有稳定效率可言。 利拉德更不用说,典型的数据刷子属性,全靠场军接近18次出手加7次罚球,维持24分左右的输出。 核心都是这种表现,能怪角色球员拖累球队吗? 况且,熊鹿角色球员可都是低价合同,一手好牌打稀烂。 其实,熊鹿送走霍勒迪换来利拉德是不得已而为之,霍勒迪确实不适合做稳定二当家,或者第三核心,字母哥也需要帮手。 但劳里夫斯和利拉德把熊鹿的下线给降低了,失去了防守,失去了团队纪律性,加上一个只会甩锅和推卸责任的主帅,这样的球队看不到希望。 哪怕是角色框架的推倒重建,也注定了结局。 真该离开的是字母哥,因为整个熊鹿成了烂摊子。 自由市场开启后,其他球队忙着补强,就连没有任何薪资空间的太阳,也在想方设法简陋,可是熊鹿的操作只有三笔,一年三百万美元底薪签下普林斯,这是助教哈姆的功劳,因为普林斯想继续为哈姆效力。 一年三百三十万美元签下前热火后卫德龙赖特,此外,和今年三十三号秀泰勒史密斯,签下一份四年七百九十万美元的合同。 关键是,球队原本打算重建的。 用铭记扎克洛维的话说,熊鹿真是休赛期表现最差的球队。 上文说了,老里福斯想改变熊鹿防守框架,送走一众夺冠功勋,但自由交易市场还有更好的选项吗? 这就是本末倒置的表现,还有兼顾防守和投射的风险吗? 关键是,熊鹿作为一支大球会小球士,他们很难吸引有质量的角色球员加盟。 里拉德年满三十四岁,他的合同会变得越来越溢价,自母哥身边,球队阵容变得愈发不均衡,加上老里福斯原本就不是一位能够提升上线的主帅,走到哪都引发球队矛盾,这样的一支球队,真的要和总冠军说再见了。 刚淘汰老里福斯就行改革,但如果自母哥利拉德提出交易申请咋办呢? 明记漏报道,如果立直岛在熊鹿不顺利,热火就会考虑继续追求它。 去年休赛期,正跟开拓者申请交易的立直岛,被爆料指定热火为新下架。 之后,立直岛被交易到熊鹿后,接受采访时,也承认自己当时想把天赋带到热火。 但可能是因为热火的报价,未能让开拓者满意,最终才让高富帅级别的舔狗熊鹿截狐成功。 热火对很多球星有着致命的诱惑力,不仅力指导,KD,比尔,米切尔等多个大牌,都不排斥去迈阿密打球,甚至态度是很积极的。 无奈愣是一个没有成型,光暧昧不行动。 或许跟热火管理层过于保守有直接关系,多年来在影员方面一直没有大动作。 哪怕很有机会冲关,也不肯拿出足够诚意为双巴找来第三具头搭档。 所以上面说热火将继续追求力指导,怕又是雷声大于点小。 热火绝对很需要力指导,球队上赛季联盟进攻能力是最差之一,场均110.1, 三分水平也处于中下游。 而无论怎么喷,力指导依然是联盟火力输出最猛的后卫之一, 今年季后赛场均31.3分。 热火成熟的体系,映如花岗岩的球队文化, 在配上力指导的进攻,真的可以期望下总冠军。 无奈或为时已晚,热火正面临解体, 巴特勒将出走成了基本板上钉钉的事, 力指导来不来都无法改变颓势。 言归正传。 关于力指导去热火的消息,再度不绝于耳, 从中也能说明他如今在熊鹿的日子不好过。 上赛季力指导满心期待投奔熊鹿联手字母哥, 渴望冲击生涯首官,今年却倒在了季后赛首轮。 不可否认,这是因为伤病的影响, 今年季后赛字母哥一场没打, 力指导由于跟剑伤势只出战四场。 但常规赛力指导和字母哥合体期间, 化学反应也是不尽人意,输多胜少。 正因两人联手效果不好, 外界才会接二连三建议熊鹿及时止损交易力指导。 不过有着东欧组合成功例子在前, 熊鹿应该不会着急再度拆队, 反正今年不会。 东欧合作第一年甚至没打进附加赛, 等到第二年就杀进了总决赛。 经济体育从来不是数学题, 一加一就能等于二那么简单。 纵观NBA历史长河, 一加一小于二的例子反倒是屡见不鲜。 若力指导跟字母哥实在不搭, 熊鹿是应该及时止损。 任由恶果蔓延下去, 到时可能是字母哥主动申请交易。 对了,相比力指导, 热火显然更缠字母哥的身子。 当然,不仅热火, 所有球队都在盯着字母哥, 他们都在期盼着熊鹿失败, 从而超市大开张。 力指导的确是字母哥于去年休赛期 推动熊鹿管理层从开拓者得到的帮手, 但终究到底还是为了总冠军。 于是,当前阵容仍没法完成争冠愿望的话, 只能捏着鼻子继续寻求改变。 失败者没资格一成不变, 一变再变才有机会扭转命运, 继续朝着梦寐以求的顶峰进军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 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野点赞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